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是咱们阿尼亚基于行全顺 中州中顶的地方打算一辆房车 它的长光高尺寸分别是5341 2032 2480 车身的颜色除了现有的白色 还有银色以及黑色可以供大家选择 车身右侧车友也是去掉了正阳棚 保留了户外灯 然后在中门靠后的位置 这里是一个100升清水箱的中立加水口 靠后是有一个试电的接口 中门以及副驾下方安装了投入同款的脚踏 这辆车改装完成之后 整备质量是2780千克 最大总质量可以达到3500千克 前置前驱的驱动方式 中间的出风口是咱们家用变明空调 外界的出风口 打开中门进入到车内 咱们可以看一下 中门对面是一个橱柜 橱柜操作台上面有一个洗手盆 隐藏式的水能头 然后侧边是一个剑瓷炉 下方的话有抽窃 然后紧接着是一个伸缩的小桌板 咱们拉出小桌板之后 结合中门的卡座以及副驾的卡座 就可以形成一个私人汇购区 那么说到这个卡座的话 它是我们防车专用的这种折叠座椅 它有三种变化形态 第一种的话就是像咱们中门位置的朝前 或者是像副驾的这个卡座一样朝后 我们将这对拼转卡座完全打平之后 就能行平一张长度1米9宽度80公分的单人床 咱们再看到驾驶室 那么这辆车搭载的是2.07的柴油发动机 具备的是五处的锁面索箱 原车这个收音机的话也是换成了导航 当然也有2.07的汽油发动机 以及另外一期的这个面索箱 提供大家选择 然后整个中控仪表台的话也是沿用的原车类似 非常精简单用 在驾驶室颈部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服务空间 咱们放置一些柜柜柜带的其中够用 然后在侧面就是咱们整车的中控价值区域 橱柜的颈部 这是一个家用电瓶空调内机的安装位置 相对来说家用电瓶空调它的智能效比较高 而且噪音特别小 它的外机的话怎么是安装到的橱柜下方 安装到的车内 但是相应的动作隔音指振 与车内的其他的一些设施进行的隔离 在橱柜的侧面 外部的天堂窗内部都配有隐私和防纹的内床 然后靠后的话 这个五孔的插座椅 与USB和点击器的接口 后面一个折叠的小桌板 这个桌板也是可以在另外一块侧板打平 这个小桌板打平之后 再结合后部 这里还会有一个小的单座 有垫子 有靠枕 这样就成了咱们一个独立的办公区域了 然后在侧面的话 也有咱们方便电脑或者手机充电的设施 在后部外部的玻璃 咱们内部都配有这个隐私链 紧接着车尾右侧的话 就是咱们的一个卫生间的位置了 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拉动卷链 然后内部就能形成为一个长度90公分 长度70公分的密闭的位于区域了 地部的灯光以及侧面还有一个小的储物盒 然后淋浴滑散 然后脊部的话 采用一个不锈钢的接水盆 然后开到两个下飞口 后部会放着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在卫生间的对面 就是相当于咱们的一个重床的上个座楼 床部下方的话 前部有咱们建筑系统的一个设计位置 这辆车是配备有480的拟电 然后后部有一个3000瓦的充电液 然后紧接着可以看到是一个防冻液的箱箱 这个防冻液箱箱是咱们燃油注射加热器的一个防冻液箱 它的控制开关的话在这个床的侧面 这个上面的旋链是它的暖风的一个控制器的开关 然后侧面的话是纸机的一个控制器开关 它既有暖风又有热水也是非常方便的 既节能然后它是直接从咱们油箱去油 然后下部的话也有咱们重建的一些设施 这边是一个铺冷器实时显示咱们的配备电量 以及咱们现在负载的一个公寓 然后横床这个下方这个前部啊 侧面的话是有一个冰箱 这个是50升的容量 大烟的冷冻和冷藏的双重功能 纵床上部啊 它的固定长度是1米73 然后它使用过程中是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拓展 就是把咱们前部的座椅 或者是打平或者是像这样 往前移一点 然后侧面会有一个折叠床板 这样子的话最长可以达到2米 颈部的侧面看过来的话 依然有一长排的主胶轨 然后车尾怎么可以看到 这个尾门上方是咱们的侧排风口 没有选择这种紧致的一个排风的设计 是为了一方面 顶部有咱们的一个行李架 另一方面的话 这样子也更加的美观 那么小黄今天对于咱们这辆六座 重置错开式的上下铺的一个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了 车友们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私信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